咱们继续聊 明年首抄呗 中炮怼屏风马 下面黑方进足致马 这也是必然走法 我们五七炮 这局黑方采用浸泡风居 下面那我们这个局肯定高起来 黑方平炮队居 我们就闪开 下面我们进边兵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上马 局捉着个炮 所以黑方退炮 黑方形成弹子炮 就有恶手申请打兵 带袭朗抽红方的局 这个申请有点过分 红方答应了 黑方一看 乖乖 这个局确定是无根啊 那不客气 所以说好飞刀不是等待对方配合 而是你根本拦不住 当然 黑方得居 黑方得居 红方已定 确立胜势 下面进马 踹这个马 要进居 要进居 捉马 肯定要进士阻断 然后炮 打下 来个响 当然这个时候 黑方不能平降 对吧 因为我们平炮一降 降回不去 只能进士 进马 又带响 只能在退士 下面大家都非常熟悉 平炮一降 进马 煞棋 所以 带响的时候 黑方只能走士 然后我们上马 再上马 当然黑方走什么 也不重要了 我们平炮一降 带来一下 然后 就没有了 好 咱们回到 踹马的节点 这个地方 进居宝行不行 很明显 也是不行的 我们进居一点 就必然 就必然破效 这个地方 只要点住 黑方就守不住了 所以黑方改变策略 选择 进居 守住夏二线 因为本身赚了一个居 不能再管这个马 攻势 是第一位的 下面 下面我们不是沙骂 而是鸡骂 那黑方守住夏二线 能不能再来保这个马呢 如果这样走 虽然我们居没有点像眼 但是我们双骂一样破效 破完像以后 就是叫沙 马随便一握 就是双江沙骑 所以黑方 只能进士 进马一江 摆平炮 这就要平居 进居沙骑 黑方最顽强的就是退居 平居一江 红方如果砍世 那黑方就垫居 你炮打居 人家就杀马 当然也是红方必胜 这个地方最佳选择 是平居 带着洗脏 黑方仅此一招 下面来重点了 谁要是杀鞠 我跟他没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杀将 黑方不能杀鞠 是吧 平炮杀骑 他只能把马干掉 然后进居一江 把老将请上来 杀鞠 好 咱们再回到节点 所以黑方光守住下了线 是不行的 他还要抢一条泪 当然我们就杀马 那马踹着鞠 踹着人家鞠 人家的来捉这个马 不过分吧 如果黑方这样走 我们就退马 踹鞠 当然黑方如果杀马 我们踹完这个鞠还踹这个 白杀 黑方踹不动 是吧 那这个地方黑方能不能禁居猪马 这样就惹事了 进马 带着鞠 不管是走向还是走势 都是禁居杀骑 所以 这个地方黑方只能平居 别住马腿 那我们就退马 给这个马生根 扶 退马 炮打鞠 杀马 带着鞠 所以黑方 只能进市 这样我们又 点住 香烟 准备 打向 抽鞠 因为一旦打向 走市 就抽鞠 平降的话 这边一平炮 还是要进市 还是抽鞠 对吧 所以黑方这个像 还要飞起来 然后 我们捉马 也是保马 当然黑方不能走马 因为这个炮发过来 打马是小事 主要打鞠 鞠一动 这个又没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只能是进鞠 当然交换了 黑方高兴 所以 下面 我们是 进马 先生场根 这样还是捉马 然后 浸泡打鞠 那鞠肯定要走啊 再进马 进校 就铁门摔 十五进四 要鱼马 那这个时候了 肯定要杀鞠了 是吧 然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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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